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他有没有心 第二有没有力 第三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因缘去造就 有没有心 有没有力 然后有没有条件因缘 是呀 等等 他真是很幸运 我知道你说哪位 他真是很幸运 我其实在电话跟他谈的时候 他都说不了话 他只是用一个很有限度的表达方式 甚至是用一种气 去在空气中跟我沟通 当时每个人 包括他家人 已经做好所有最后的心理准备 至于他自己现在能够回到家 叫做生命有一线希望 希望 我想不是每人都一定能够做到这一个 但是 如果我刚才所说的几种因缘 是真是配合到的话 真是很多人走到出来的 是 这里在这个说话上 这样去说 真是怎样呢 我要身在其中 真是叫做在病苦中 那个朋友 或者曾经走过来的人 才知道所谓的有心是怎样有心呢 当时他又很焦虑 怕自己快走的时候 会不会很辛苦 他真是想放的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走了 我不要了 你说这位义工朋友 他本身因为是很严重的癌症 他已经扩散了 所有药物已经完全没有了 任何的作用 真是很可悲客的 医生说 不好意思 我们所有的药 有的药 你都试坏了 对不起 都对你无效了 所以 如果电脑旁边的你 你如果听到 你能不能够感受到 那位朋友那种彷徨无助 甚至是绝望的处境 如果你真的有感受到那种情绪 反过来 我反问你们一句 那个人是你的话 你会怎样做 你会怎样做 灯师傅 如果是你的话 这个真的要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 不是我少看你 我觉得你一定想不到 你大病也没试过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真是一个经历的磨练 他这么多年以来 所以他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豁达 当然了 真的去到那一刻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这么豁达我们 不知道 至少他的那种耐力 是强过 至少强过我的 肯定 强还强 在这里我想和电脑旁边的朋友 很正宗地分享少少东西 就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说 心啊力啊 要正面啊 甚至讲到正念啊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所说的强 我们经常学佛要有正面的心态 正面和正念 面啊 面向的面 面对的面 念 念头的念 心念的念 有什么不同呢 很多时候我们佛教徒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过往生有恩怨 我们又知道我们今生这个身体 承受的一切是一个果报 个人都很恩言接受 甚至乎我们看了很多高僧大德传 或者很多佛菩萨成道成佛的故事 我们都很想学的 那于是我们以为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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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勇敢地撐下去 我可以的 我一定什么什么的 这个就是正面 他以为是正念 他以为这个又是正面又是正念 就是以为坚强就是正面 不怕死就是正面 嗯 其实当我们真真正正面对生离死别 甚至乎生死关头 那一秒钟 哎呀 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平时在书本上 或者耳朵听到的东西 要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是有出入的 嗯 什么出入呢 就是你听到的是别人的 嗯 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的 是的 但是你受到那一分钟 那些点点滴滴 那些才是你自己的 是 要放不是那么容易的 嗯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呢 我们很坚强很勇敢 嗯 不捨不捨 希望留多些给其他人 不会侵犯其他人 等等等等 不会浪费自己的福啊 可以啊 以为这样是正面 这样就有力量去冲过去 到最后那一步 那一分钟 真是没有力过到的 嗯 就是因为原来到最后 一直累积 下来的时候 要你过的 要你过得到这一关的 不是仅是一个念头 那么简单 嗯 是 那在这个 即生命有危险的 这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真的需要 刚才所谓的 师傅讲的 这个因缘条件 因为我知道 这位朋友 他开始的时候 他未是知道自己 原来很近这个死亡 他觉得死亡 其实还是很有远 遥远 遥远 很遥远 所以我去看看这个 叫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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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 那些灑骨灰的地方 我也是去类似去旅行 那当有人闻起他 你觉得怎么样 那种心境是怎么样 没有啊 去玩一下 那样 原来他不觉得自己 可能就下一步 就是会去到那里 因为他病了 骨灰可不可以晒在那里 看看自己以后 骨灰落脚 那个环境是怎么样 所以他当是旅行 但是 到他真的躺在ICU 真是医生 看着医生 那种用尽方法 自己都没有办法有起色 而一路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路一路衰退 敗坏下去的时候 害怕了 那一分钟他真的害怕了 原来一路以为 遥不可及的死亡 是束手可及的 嗯 不知怎么办 在那个时候 是 那师父 我很想知道 那时候你在电话上 是怎么跟他 字枝沉沉和他说话的呢 哎呀 真是字枝沉沉 用爱心去关心他 是 要跟他们说 我现在很明白 你的身体的状况 更加明白你的感受 是 我其实跟他说了几点 是 是 第一 我就是说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自己这一生人 到今时今日 那么年轻 得到一个 群医都束手无策的大病 一定是我们过去 过去的日子 这个很善巧的 我们不要说过去那么多世 有些人接受不了的 嗯 我们只能够将它 包装得好一些 过去的日子 是不是包括以前的生命 是 过去的日子 我们处理这个身体 处理得不是那么好 处理我们的健康 处理我们的生命 处理得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就是说什么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我们做得不是那么完善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做错 是 是 有些东西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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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这些东西做错 到其他东西做错 第二,我就告訴他 我知道你這一生人 這麼年輕,你得到這麼重的病 你一定是有不服氣的 因為我知道你 這麼多年來已經很盡心 很盡力在照顧 家庭的同時 你也沒有錯過 照顧自己 你沒有錯過 你也是很積極地求生 但是到這一分鐘 你一定要知道 你所做的一切 已經盡力了 你不應該有怨 不應該有恨 其實你覺得生命很無奈 其實不是的 我說不是的 你還可以做一個好的樣子 給你的下一代看 他有兒子有女 給你的下一代看 他一定有疑問 我都走了,我都死了 我還怎麼可以做一個好樣子 給下一代看 平時跟他講過 但我很相信他平時聽不入心 在那分鐘我知道他一定聽得入心 我就是因為 你做媽媽 你已經缺乏了 照顧你的子女 真正一個健康的母親 能夠付出的母愛 你其實是做得不夠 在你兩個子女心裏面 你其實是有遺憾的 對你是有遺憾 你對他們也是有遺憾 因為自他們出生以來 媽媽就是病人 你就藉著這個機緣 演繹一個病人的媽媽 一個帶病的媽媽 是怎樣面對他自己最後的人生 你兩個子女一定看在心裡 看在眼裡 他一定會好心感受 媽媽到最後的時候 原來都是這麼堅強 平時帶著我們是這麼樂觀 所有事情都不怕 包括死亡都不怕 我說你明白嗎 這個你還可以為你兩個子女做 他一聽到 很大聲 很大力 他知道 觸動到他的心 然後第三點我跟他說 我說生死有命 由我們自出良胎以來 自懂人性以來 我相信這句說話 你一定聽過 不是說我們不想死 我們就一定不會死的 不會的 但是生命不是計長短 在你這一分鐘 你自己已經盡力的時候 你看看 這一步這一關你要怎樣過 如果你對你自己這個生命 你覺得你還有使命感 你還有能力 過得到的 我說 你做好兩個心理準備 一就是過得到的 你要怎樣 我希望你在這個時候發一個願 發一個願 發一個願 甚麼願都好 譬如 發完 你自己好得回 如果有機會好得回 你將你下半生的時間 奉獻給所有人 和你有緣的人 需要你幫助的人 或者是病人 你願不願意發一個這樣的願 我聽到他 停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他就 這樣 我知道他願意 我願意的 你心裡想 你自己可以做到些甚麼 你自己說 發一個願 這個願就是我們的目標 嗯 你就帶著這個目標 過 好了 如果萬一 如果萬一 你沒有心沒有力 你覺得你真的太累了 太累了 你覺得你的生命到此為止 已經很圓滿了 你一定要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壞的打算是甚麼呢 你是隨時 你願意放下你 這一生人所擁有的一切 即是當時 當時我用他的心理狀況去想 這個是最壞的 你願意放下你的一切 然後你給你自己說 如果我這一步 能夠大步纏過的 由死亡關口 至到生存關口 這一步纏過來的 你欣然接受 真是過不了的話 我也欣然接受 我隨時可以 無怨無恨地離開 過得到的話 我依願而行 我會好好的 以後為人家服務 我說這樣好不好 其他事不用想 你做完這三件事 將你自己的一切 交給天 聽不聽得懂 師父說 我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其餘所有事 不要多想 不要多想 我很希望以後 在醫院之外 再次能夠見到你 更加希望 在日後 在極樂世界 能夠見到你 這個世界 無恥亦無蹤 生命 無恥亦無蹤 總有一天 我們會在另一個空間 時間 我們會再相遇 好好的愛護自己 好好的珍惜自己 好好的感恩自己 感恩身邊一切 就是講這些 好厲害 真的 在那個關頭 真的 自己很 不知 所去 或者 可去 何處何寵 何去何寵 何去何寵 真的 所以當我跟她 聊天的時候 她說師父 那時跟她說的 這一直說話 是被她叮一下的 就是被她知道 我現在還有一個責任 我應該要做些甚麼 她真的很聽話 她真的發了個願 以後 如果自己能夠生存的話 她就利益大眾 還有她很信服 就是原來 到自己離留的時候 還可以為子女 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她很心悅復成這樣 去照著吩咐去做 所以 我們很高興 想都想不到 她真的又走出來 在這個階段 其實 當一個人 無論遇到甚麼大困難的時候 師父 宗教情操 是否都很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不行 不是不行 沒有說不行 最不行就是死 沒有不行的 只不過 是否容易些 走最後那段路 舒服點 有目標點 有信心點 還是彷徨點 你彷徨也好 信心也好 你都是要省眼 你都是要停止呼吸的 只不過這個過程裏面 是兩回事來的 就是說 你同一碗飯 你哭著來吃 跟你很傷心來吃 我們大家有感受 這碗飯吃落肚 那個得著 自己的得著 那種感受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她最後那時候 我們也都勸她 提升你的宗教情操 我直接就是指她 你沒有這個宗教情操 是 所以她到最後那日子 臨到最後 歸醫 那時候來歸醫 歸醫了 歸醫了 是 好啊好啊 真是 又大步嵐過來 我們相信她會 真是很堅強 或者很知道自己應該要怎樣去做 所以說 心啊 力啊 恩怨就是這裏 她自己這個心就是 她想不想生存 這個就是她的心 有很多捱到這樣 捱到最後 她不願意 她不願意再捱了 這個就是心 力就是 不是她有沒有體力 是願力 她一定要有個願力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鼓勵 一些臨終 重病的人 一定有個願力 這個願可大可小 少到說 我如果好得回我這一生人 我終生辭訴 就是不殺生 不吃其他眾生的肉 這個都是一個願 你依著她的離行就有力了 第三就是恩怨了 身邊有沒有人 跟你說一番說話 激勵到你的生存意志和鬥志 聽完之後 你能不能夠信秀奉行 是不是恩怨條件 是啊 更加重要的就是 她身邊有 丈夫 子女 媽媽 朋友 甚至阿妹 她們大家 那麼支持她 那麼愛護她 不是每個人 有這樣的福特恩怨 這個 講恩怨條件 又牽涉了一件 就是恩果 中國人經常都說 炎黃要你三更死 絕不留人 道五天 就是這樣 但是 我們經常說 業力是可以改的 不多不少可以改 改是改什麼呢 改 重業 輕步 走的時候 沒有那麼辛苦 或者遲些才走 這個就可以改 我們經常見很多 了凡四分的 原料凡 就是因為這樣 改了自己的命 是 心念就是最大的力 最好的機緣 最大的機關 就是改變你的心態 心態一改 你自己就能夠 多不少可以作主 嗯 好啊 那我們 講到這裏為止 我都要發了個願 希望 鄧師傅你多些病 讓你多些去感受一下 我都不知道我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接受先 感受一下別人的病苦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 在Channel B 嘉嘉有本常念的經 再見 再見 再見